以西画为基底 带您来欣赏艺术家黄昭雄的木棉琴 艺术家黄昭雄的木棉琴 以西画为基底融合素描以及油画的概念 加上国画的水墨画风而成 我这张就是木棉琴 木棉花又叫做英雄花 是高雄的四花 我画的这个花是 写生的 是在高雄市以前行道树种了很多的花 那其中我在画这个花的时候 是在明华路 高雄市明华路 坐在那个下面 亲自写生的 我本身是读广告设计 西画底子非常的强 那一张画我觉得一定要有设计性 如果没有设计性的话 只是一个景的画 那张画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我的画里面都有经过设计过 你看我的画跟一般传统不太一样 那个包里面融合了素描的基础 再加上油画的一些概念 所以画起来就比较厚实一点 跟一般传统只是一笔画下去不太一样 艺术家黄昭雄本身读广告设计 透过构图与色彩的设计 规划呈现更丰富的视觉享受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振普 高雄采访报导 总比 erro 教育